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 今天是9月25号 小民之心网站开始试运行了 欢迎大家前来浏览 举对中共二十大召开 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了 社会上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 人们都在盼着意外的发生 昨天一篇文章在国内的微信上热传 阅读量迅速超过了十万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老同志是党的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 这篇不寻常的文章 发表在微信公号大记者有话说 发表的地点在上海 作者是一位已经退休十多年的记者 这篇文章写道 高寿105岁的党的老同志宋平 近来频频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 不少人才知道 党内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 仍然健在 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党和人民的一大姓氏 文章还说 老同志常常在党的历史的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拨乱反正 如中流砥柱 定海神针 挽救了党 国家 人民 宋平 就是这样一位老同志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 李先念在抓捕四人帮的斗争中 所起的特殊作用 以及朱德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章强调 在党的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有不少老同志 党性坚强 立场坚定 挺身而出 挽救了党 国家 人民 文章并不长 却用了大量的文字 送赞老同志 是宝贵的革命财富 宣称 我党有这样一批立场坚定 意志坚决 高风亮节 挺身而出的老同志 可以确保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航船 在风雨弥漫 巨浪滔天中 不迷失航向 安全使过 险滩暗礁 抵达民赴国强的大港 俗话说 说话听声 锣鼓听音 看这篇文章 宋平这位老同志 似乎是做了什么 了不得的大事 甚至可以说 这篇文章的作者 在有意的打雅谜 在故意的暗示什么 这当然会引起 人们的联想和猜测 这个月的14号 习近平前往中亚 参加了上河组织峰会 主要是和普京举行会谈 会后 习近平没有出席 东道珠举办的晚宴 便直接回国这个举动 引起了外界的某些猜测 而且习近平回国后 多日未曾公开露面 更是在网上 引发了各种传言 在二十大即将召开的 这个特殊时刻 一些平时 并不会引人注意的现象 却可能被放大 乃至成为一个重大的新闻 或许 宋平 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在中共的党史上 宋平本人并没有做出过什么 引人注目的成就 也没有主导过重大事件 他最引人称道的事情 在他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时候 推荐和提拔了胡锦涛 如果还有什么大事的话 那便是在六四大屠杀中 他站在邓小平一边 亲自出马 又补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鲍彤先生 六四大屠杀之后 晋升为政治局常委 只是仅仅两年之后 他就退休了 他现在之所以还能受到外界的关注 最主要的是 他是资格最老的前政治局常委 也是中共年龄最大的老同志 据红色中国旅游网报道 这个月的12号 一个不见经传的基金会 举行了成立十周年的总结表彰大会 105岁高龄的宋平 以视频形式发表了贺词 传说 宋平在这个贺词中表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后来这句话 在国内的网络中消失了 宋平的这句话 被人认为是一个政治信号 是在呼应李克强 也是在暗中批评习近平 特别是 宋平的这句话被删除 似乎是印证了外界的某些猜测 一时间 宋平的形象变得高大了起来 这中间 还有更加夸张的传说出现了 习近平从中亚回京之后 胡文联合宋平发动政变 将他软禁了起来 彻底进天方夜谈了 这些传言过意的粗糙 甚至有为基本的常识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的人非常的投入 关键的是 人们对现实和将来 充满了恐惧 人们期待有意外出现 期待聚变出现 期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有人挺身而出 拨乱反正 只是现任的那些中共大员们 已经无法让人相信了 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 已经退休的老同志身上 这完全是有病乱投医 或许 这就是这篇送赞老同志文章出现 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所在 而这篇文章的出现 并且得到广泛传播 反过来 又被一些人认定了 中共一定发生了重大事变 最后印证了他们所相信的一个传言 甚至有人 煞有介事的宣称 这篇正在广泛传播的 类似官方公告的文章 以基本宣告 胡温在106岁的中共元老宋平 以及其他中共元老朱镕基 曾庆红等的支持下 挺身而出 力挽狂澜 拨乱反正 一举将习近平及其党羽拿下 再次挽救了党国家和人民 真是自欺欺人执迷不悟 荒唐之极荒谬之极 这些中共的老家伙 不仅救不了中共 更救不了中国和中国百姓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些中共退休的元老们 或者是从正面 或者是从反面 都被塑造成了具有特殊能量的人物 那些元老的影响力 被有意无意的过分夸大了 似乎是他们决定着中共的政治走向 决定着中共现任党魁的命运 严重的是 这种认识在社会上形成了某种概念 甚至是形成了某种观念 影响了人们的思考和判断 人们把邓小平的特殊情况给正常化了 以为邓小平可以把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赶下台 其他的中共元老 也同样可以把他们以后的中共党魁赶下台 事实上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历史背景极为特殊 毛泽东死后 一大批曾经受压制的中共元老 开始活跃起来 并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 而这种情况现在并不存在 而且邓小平能够把华国锋赶下台 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 并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 而是因为他大权在握 同时他的亲信也控制了权力要紧 所谓一招权在手便把另来行 同样是邓小平 在他还没有上台的时候 他也只能卑躬屈膝 唾面自干 所谓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在中共这个黑帮团伙中 人们极端看重的是权力 而不是道德 在中共的体系中 没有权力便没有了一切 这是唯一的真理 中共党员们都在为这个真理而斗争 无论是退休了 还是斗争失败了 只要你失去了权力 便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冷落 乃至打击和侮辱 包括那些曾经格拜千功的下级和同事 这就是中共内部正常的政治生态 编造元老院 牢固的控制大局的人 对中共缺乏基本的认识 问题还在于 这种传言可能会给更多的人 造成错误的观念 影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和判断 乃至错误的对中共抱有幻想 或许有些人并不真的相信那些传言 只是看到这类传言 自己感觉轻松 在百无聊赖中给自己找到了一点乐趣 这些年 习近平通过连续不断的政治清洗 已经牢固的控制了权力 习近平担心的是那些有权力的人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 明显就是在制造恐怖效应 恫恪中共的高级官员 恫恪那些有权力的人 反过来说 这也是习近平在提醒那些有权力的人 他才是主宰者 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众叛孙力军团伙 就是在告诉他们 他大权在握 他才是主宰者 习近平虽然牢固的控制了最高权力 但是他却无法赢得人们的尊重 尤其无法赢得没有权力的那些人 他们的尊重 这些年来 那些没有权力的人 一直都在批判乃至痛斥习近平 自中共立国以来 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 像习近平这样 遭到民众普遍的蔑视和厌恶 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后 习近平残暴的防控措施 制造了严重的次生灾害 让百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强化了人们对习近平的厌恶和痛恨 习近平几乎成为百姓的公敌 百姓都盼着习近平早日垮台 面对巨大的民怨 习近平已经是惊弓之鸟 稍有风吹草动便异常的紧张 习近平不仅抓捕了那些 敢于公开斥责他的人 而且就是无意触犯了他的人 都会遭到严厉的处置 对于民间的舆论更是严密控制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事实上 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 独裁者的存在是个常态 个别良心人士的出现是个偶然 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 中国百姓遭受荼毒的时间 要远远多于平安的时间 中共的统治不结束 中共的罪恶制度不消灭 百姓不可能得到安宁 说中共的老同志 可以确保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航船在风雨弥漫 巨浪滔天中不迷失航向 安全使国险滩暗礁 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阉割和曲解 是对民众的欺骗和误导 宋平送不走习近平 更送不走中共的罪恶统治 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 中国的百姓遭受到了人类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严密控制 遭受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无法比拟的残暴的压迫 那些中共的领导人 大多罪恶累累 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甚至把他们摆上神坛 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而且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说到这里 请喜欢的朋友 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